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由于经验不足 效果却一般 业绩增长也遇到了瓶颈 企业那时候正准备进入融资的一个阶段 创始人希望我能够帮助企业完成互联网的转型 并在短期内提升业绩 我们开了几次业务研讨会 通过提问发现了核心问题 并找到了一个机遇 组织持续一个月的中年期活动 能令幸福的是 一个月以后 这个企业在市场投入降低了50%到60%的情况下 收入比上个月增加了40% 几个月以后 这个企业顺利获得了占领的投资 那今天呢 我就把当时我们是怎样通过提问框架六步法 最终超额完成目标的这一个完整的过程分享给你 提问框架六步法的第一步是 发现问题出现了什么问题 解决问题以前 先要发现问题 要确保整个团队理解目前所面临的难题 所以首先呢 我们组织了首次的研讨会 通过提问来看看到底存在哪些问题 比如说 现在的业绩离目标有多远 比7年同期增加吗 目前企业互联网在线业绩符合预期吗 占总体的业绩比例又是多少呢 和竞争对手相比 我们在哪些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呢 经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询问之后 我就了解了大概的一个情况 那就是业绩虽然比去年同期有增长 但上季度只完成了目标的70% 而一些老客户却流失了 团队缺少在新业务的经验 公司的产品呢 也没有价格优势 同时 用户体验也有一些要改善的地方 那提问框架的第二步是 根问题界定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根问题界定啊就是对发现的问题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你要发现问题背后的本质问题是什么 还记得界定问题的六个提问吗 下面我就用其中的三个提问再来带你复习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你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是关于问题现状的提问 这个分公司的负责人说 我们想提升业绩 可什么是业绩呢 业绩啊可以细分为很多不同的类别 比如可以按地区 产品 客人 时间 等不同的维度 这个时候啊 你就可以进行追问了 先让他清晰定业绩这个关键值到底是什么意思 举例子来说 我当时是这样提问的 第二季度 那也就是上个季度 你们的业绩是多少呢 你说的业绩具体指什么 是指收入还是利润 是市区的收入还是郊区的收入 是新客户的业绩 还是老客户的业绩呢 具体又是指哪些产品的收入呢 他们是这样回答的 上个季度 我们完成了4500万的收入 我们主要想在保证一定毛利的基础上 迅速的提高收入 我们还想继续提高母婴用品的一个收入 但你问的地区和新老客人的收入问题 我们确实还没有想过 我进行了第二个问题 那你们的理想业绩是多少 能够量化吗 这个提问啊 就是想知道问题的一个目标的状态 高手在给予建议以前 一定先要和对方针对具体的目标达成共识 因为脱离了目标 任何的建议其实都是无效的 他们说 我们下个季度 也就是第三个季度 收入的目标是5200万 要比上个季度增加16% 于是我进行了追问 那你们还有其他细分的子目标吗 你可以分解目标吗 比如新客的目标 老客的目标是多少呢 那么新客的转化率跟老客的转化率 目标分别又是多少呢 客单价和重复购买率的目标是多少 投资人希望做到多少的收入和利润呢 那其他不同利益相关者 对目标 你们已经都达成共识了吗 他们开始支支吾吾 说还没有把目标做得那么细 我进行了第三个提问 那你们上个季度做过什么 效果怎么样 他们回答说 我们针对客人进行过频繁的促销 促销呢 主要是以打折的形式 效果一般 我们给所有的会员寄送过一本商品目标 但转化率不是很高 我又追问 刚才问你们具体目标 比如新客数量 老客数量 客单价 重复购买率等等 这些子目标上个季度分别又做了多少呢 他们沉默不语 说不是很清楚 其实很多企业也一样 并没有想明白要达成每个目标 背后究竟需要拆解出哪些数据来提升指标 一个业务高手啊 应该具备高度的数据意思 要对目标和过去的事实数据了如指掌 于是我当时画了一张目标和实际KPR业绩格式给他们 你可以在这节课的文字版上看到一张图 那我让他们填写以后呢 在下次会议中再讨论 通过跟问题界定 让我心里有了个底 这个年纪的团队有很多想法 却没有对目标进行有效的细分 平时呢 有缺乏对数据的一个敏感性 还没意识到业绩增长的核心点在哪里 所以呢 过去的一些出销策略 效果也就一般了 提问框架六部法的第三部 是叫根因确认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做根因分析呢 因为啊 它能帮助你找到目标达成 或影响目标达成的核心原因 这样接下来的策略才更有针对性 当团队小伙伴们 准备好了表格的数据和首购调研以后呢 我们就进行了第二次的研讨会 你可以边看这张表呢 边理解我们今天说的一个分析法 那么根因分析呢 你要识别出潜在的一个驱动因素 你先要做横向的分类排序 再做纵向的深入的一个分解 通过上表 你可以看到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重要KPI的一个变化的情况 那影响业绩的潜在驱动因素 是客流量、转化率、客单价和重复购买率 所以这四个因素可以作为横向的一个分裂的维度 四个因素相乘就等于了总业绩 然后呢 再找出造成业绩不达标的主要矛盾到底是哪一个 那什么是纵向的一个分解呢 比如收入往下分解 就是订单数和客单价 两个指标相乘就是收入 购买人数的纵向指标分解呢 可以分为首购人数、复购人数和常购人数 而订单数往下分解是购买人数和购买次数 市区、郊区则是地区层面的一个纵向的一个分解 这样一分析啊 业绩出现增长的一个瓶颈的主要原因就非常清晰了 你看这张图就可以看到 主要是三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第一、第二季度交第一季度 80%的业绩增长其实是来自于郊区 市区虽然收入绝对额大于郊区 但是增长和增长率都远远低于郊区 显然郊区才是一个高潜力的南海市场 但当时这个企业却把所有的资源投入到了市区 在郊区连一个业务员都没有配置 我们还看到了复购客户下降了11% 新客户增长了50% 从数据上可以看出 复购客户的流失是影响业绩的主要矛盾 我们还可以看到客单价下降了3% 平均每一个订单比过去少交了10块钱 这是因为第一季度促销打折活动过于平均 到这里我们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癥结 分别是市区和郊区的资源投入失衡 复购用户流失以及客单价下降 既然已经知道了影响业绩增长的核心点 那接下来制定策略就容易了 现在我们来到了提问框架六步法的第四步 那就是制定策略怎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制定策略也就是要求我们为了问题的根因 从多个维度提出解决方案 经过讨论以后 大家决定用持续30天的周年庆的活动 来推动第三季度业绩的提升 根据上面的分析 这一次周年庆促销的目的主要是聚焦三个 第一加强郊区的市场开发 第二提升老客购买率 第三防止过低的客单价 时间关系呢 接下来我就为老提升老客户购买率这一个目的 来进行策略的一个制定 那你就可以使用策略制定的5WEH方法来进行提问 我将挑几个来说 比如第一 谁是我们这次促销活动的重点客户呢 比如说除了交际客户 主要是老客户 你也可以继续追问 确保让对方清晰的表达出想法 比如那你主要针对购买过几次的老客户呢 从数据上看 主要是针对购买过两次的一个老客户 这是一个主要矛盾 老客户流失的主要的一个环节点 那么第二 What 关于What 你可以这样提问 我们应该在促销期间 为用户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呢 比如引流产品为奶粉止尿裤 但更重要的是把用户分类 为不同年龄段的宝宝的妈妈们 推荐他们所需要的个性化的产品 那促销价格怎么样制定会比较合适呢 比如可以推出限量产品 爆款价来吸引客流 可以制定一个捆绑价格 将产品组合搭配出手 这样既可以提升客战价 也防止用户只买低毛利的一个引流产品 还可以利用过去会员的积分 积分主动转化为礼券 吸引客户复购 第三个是why 哪里 你可以尝识这样提问 我们打算通过什么渠道来组织周年庆的活动呢 比如老客户要通过在线的方式来主要订购 以自己的官网和目录为主 蒙电的渠道为辅 第四个是问号 是什么方法呢 比如我们该如何改进老用户的体验呢 解决方法是可以把客户分类 根据不同的客户推荐不同的产品 迅速解决网站中出现的各种系统的一个bug问题 优化网站的页面 强化客服专员的一个产品知识 那出销预算如何投入和调整呢 其实可以大幅减少市区市场的投入 刚才你看到数据 市场实际上是一个饱和的红海市场 那相反呢 可以把出销预算增加到郊区市场的一个投入 并同时减少一个线下目录的一个投放数量 我们可以把用户的宝宝啊 按年龄段分类 不同年龄段的宝宝啊 只需要看和他们年龄段相关的产品的内容就行了 将目录啊 替换为费用跟低廉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小册子寄送 这样呢 一方面老客户的体验会更好 一方面会大量节约成本 而针对有些经常回复邮件的老客户呢 其实啊 连小册子你都没有必要去寄送给他们 只要发个邮件就可以了 仅这些方法就可以降低原来目录投入地费用的一个50% 好了 刚才案例你看到了聚焦在怎样提升老用户复购的问题上 经过以上的行为啊 可行的策略主要是六个 你可以在文字版上又看到一张提升用户重复购买率的一张图 第一 推出关联产品的一个组合搭配 比如是奶粉和奶瓶等 第二 把产品进行捆绑组合来进行组合定价 第三 将用户分成不同的类别 进行个性化的推荐 强化客服的一个产品知识的 第四 通过销量多和好评多来带动销售 第五 优化在线的体验 比如页面的优化 网站的性能 导航 门案的内容等 最后第六个是 采取多种的促销方式 比如爆款 买而购 积分兑换 折上折 口碑推荐奖励等 好 这六个方法呢 都是可以帮助提升用户重复购买率的一些方法策略 我们现在来到了 提问框架第五步 叫策略评估 到底该选择哪一个方案呢 策略评估的目的 就是把策略的效果 先进行量化 然后你才能知道 到底哪个策略更重要 根据策略评估 优先排序取证法 按照重要性和可操作性 你可以进行下面这样提问 哪些策略看起来最重要 同时也是自己能力范围内可操作的呢 哪些策略极不重要 公司目前也没有足够的毛利空间去实施呢 最后就可以制定出楼下的这一张图 经过团队的一个评估以后 郊区加大投入开发 利用数据建模技术将用户分类 从而实现个性化的商品推荐 以及关联产品的推荐 这是最关键的策略 同时加强退客服 出销产品知识的培训 优化网站体验 也是比较重要的 而买证 以及折上折的活动策略 可以取消 现在我们来到了 提问框架六部法的最后一部 也就是第六部 落实行动 如何实施行动 规划和落实行动 可以分为五个关键点 那就是步骤 承认人 支持 完成时间和意愿度 我最后再分享给你一张 行动的一个表格 比如 你就可以就步骤 进行如下的一个提问 根据刚才所说的 关于将用户分类 实现个性化的推荐 你需要做什么 第一步的行动是什么 然后呢 你可以这样进行一个提问 其实呢 可以先做客服的一个 RFM模型的一个建立 那RFM模型呢 我先科普一下 它是衡量客户价值 和客户创立能力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和手段 通过客户的近期的一个购买行为 我们把它叫rescency 以及购买的一个总体的频率 frequency 还有花了多少钱 叫monetary 三个指标来描述 该客户的一个价值的情况 这样呢 按照模型呢 就可以将客户分成八类 然后针对不同类别的客户呢 制定个性化的一个推荐的方案 好 现在我们来到了本次课程的一个要点小节 今天呢 通过一个完整的案例啊 带着你复习了一遍提问框架六步法 帮助你熟悉应用这一个框架 通过这个方法呢 你可以将遭遇业绩瓶领的困惑呢 通过一步步体系化的提问 抽丝剥茧 最终啊 落地为实际的一个行动 那六步框架法 一直是 第一 发泄问题 出现了什么问题 第二 跟问题界定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第三 根应确认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第四 制定策略 怎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第五 策略评估 选择哪一个方案 第六 落实行动 如何实施行动 这六步法呢 按照时间选序 就构成了提问的一个走线 你可以在不同的阶段 用这六个提问方法 和团队成员进行有效的对话 从而发现和解决问题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听 下节课 我们就开始五大场景的练习 第一场景是 高效会议决策提问的一个练习 这节课的一个思考是 根据今天的一个案例的启发 思考一下 你平时在运用提问框架六步法中 最容易获释哪几个环节 获释以后造成了最大的不良的影响是什么 为什么 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互动 摆住 稍稍后 我互动 我互动